大家好,我是Tim Mark 我的主題是 2023台灣政治總回顧 這個就是響應 今天早上的提案就是 2024選舉開放資料 我就使用這個資料做了一些分析 我就想到說 最近就是年末,所以Spotify 都會跟你講年度總回顧 我也想要來一個台灣政治年度總回顧 收錄的就是Facebook 貼文,真的是很感謝 IWAG有提供這樣的資料 從今年的1月1號到現在 最近的是12月7號 好,所以我們來開講 最多互動數 跟最多戰數的是 蔣萬安 他就是在今年1月 生了一個他第三胎 這個就是 互動數是指說 所有的戰怒 開心什麼之類,就所有的 按讚的東西 總共有19萬 最大的愛心數的話 是蔡英文 今年9月的時候 她的狗狗就過世了 但是我知道 好像上個月還是什麼時候 又領養了一隻狗 這個就是有12000個愛心 最多的哈數是什麼呢 是科文哲 在今年初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沿上亡世間的活動 然後就可以看到照片的左邊 是科文哲 然後對上下面就是 兩個人看起來好像 就是仇家一樣的感覺這樣子 好,那再來是最多加油數 是羅志強 那是因為他在今年初說 他送他爸爸去急診這樣子 所以就是這篇貼文 有很多大家的support 就是說希望你爸爸早日康復什麼的 所以其實剛剛 像我自己就會有一個 這個是含個人意見 我就覺得說好像可能大家就會對生小孩 然後要孝順父母這件事情 其實是蠻在意的一件事情這樣子 好,然後最多話數 所以也是一樣 我看到蔡英文這個的時候覺得 現在大家也很在意寵物這件事情這樣子 對 好,然後 所以再來就是最多話數 話數的話這個就是 台北市議員中佩君嗎 應該這樣念嗎 這是MeToo事件的這個貼文這樣子 跟朱學恆的這件事件這樣子 那最多巫術是什麼呢 是 今年 今年初的時候 顧寬明先生過世 像我自己的話就會不太熟悉 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但 可是似乎又是一個很重要的人 那這樣子的分 這樣子的統計結果出來 就給我的一個機會 就說 我想要了解一下這個人 到底做了一些什麼事情這樣子 好,最多怒術 這是最後一個 就是有一個圖片歪掉 然後又解析度很差的 是什麼呢 答案是今年8月的時候 因為 那個桃園市就是 他宣布說明天就是要正常上班上課 全部人都超生氣這樣 那你可能看上一篇 聽到一堆人在說 市長你好帥這樣子 因為很希望要放假 但這也是有一個有趣的議題說 其實 大家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查一下 就是說大家都覺得說 其實颱風應該是一個科學的決策 而不是一個政治的決策 但 現在在台灣就變成一個政治 影響很深的決策 因為大家都會很容易 很容易生氣 或是很容易開心 這樣子 就是一個變成很政治的決策 這樣子 好,所以這樣子的一個簡單的 簡單的就是統計 那 我覺得最棒的地方是在於說 我們可以用 不是用Facebook它的APP 然後來去滑 然後來去看一下說 現在網路語言到底有哪些這樣子 這是一個很 我覺得很有價值的地方這樣 那接下來之後可能會怎麼做呢 就是說 希望每年都會有一個總回顧 就像Spotify一樣 那最後我也希望說 也跟還是Spotify一樣 就是希望可以 它的結果可以是易於分享的這樣子 那 這邊再提 就是分享一下 就是以前的舊專案 然後Running的話以前有寫過一個 歷史四大報的應用這樣 那這個在年末的時候 也可以就是來做文字語來統計說 這今年四大報 到底最常用的字詞是哪些 哪些關鍵字在這邊這樣 這也是跟我今天做的有點像這樣子 然後我也希望說 它可以跟蒙點一樣很好的分享 像蒙點就是很簡單 你只要在它的網址後面打上字 然後拿去Facebook分享 它就會幫你產出圖卡 這是一個很棒的idea 我也希望之後這樣子的數據 可以用這樣的方式顯示出來這樣子 好 這個就是工程的 我在處理的時候遇到一些小困擾這樣子 好 大概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